鼓勵春節 又春部幾天 有重新制度的台南富翔 以前有賣賞宮廟 準備寺廟跟發財金 要來發送給信仲 求財基礎 民宿專家廖大儀就教大家 有廟宇加持過紅包領到後 愛心過路 並且為二家梅隨身 持續到齊窩就來賞財溫 鼓勵春節準備來購 主宿劉皇上帝來往修廟廳 終於鼓勵將會齊瘋到齊瘋 鼓勵皇上帝很舒服 既然宵宿劉皇上帝 並且在李高梅 將會齊瘋八夜 發放開運暗包 我們的平安橋是除夕夜就有了 那還有一項就是我們的 開運紅包的發放 開運紅包我們每一年都是 在指示的時候 我們發一千份 佔古燈的話 我們也是在除夕夜前 我們就會把信仲參加的 祈福卡都會掉上去 既然信仲參加時間會拿到信仰 也將在李高梅主席 鼓勵團派電禮 團派只要也賺三晚包 讓我們過年 讓我們過年 這十五個車的晚上 騎上李高 三十二的晚上 就是十一點十五分 我們有開廟門 開廟門有我們 董事室 發人包 好 我們這三十個開始 到我們前往前 廟門有在七七九九九 我們擁作師公的九九 這樣讓我們做師公 為他來保平安 來發這個紅包 無憾的今年就是無憾人所 要很歡迎 祝賢南信仰 可以來對本宮 來參加團拜之後 來發這個紅包 民宿專家廖大爺就說 有廟門加持過的紅包 可以招來招去 招到錢後先過路 後來由李高梅開始 水星鑽到將位拆過 可以招來好招勻 開幹錢後 可以跟他放出來招位 那是辦公桌子 將手扁的桌子來 去這雙鷹盒 總是苦彩方寶島